吉安湘办理113年度第三次村长继村干事业务汇报 除了针对过去执行乡镇成果以及瓶颈提案进行讨论之外 也为清洁队及乘队员进行借铃容退表扬 借由大会的掌声祝福他们退休生活健康快乐 吉安湘历经0403酒宅恢复工作 村长和村干事整密与公所携手 在第一线完善各村林巷弄的工作 这次书面提案统整共计36件 其中建设类25件为最大宗 多数反应灯亮 陆瓶 水沟通 相关铺设有话问题 今年度第三次的村长以及村干事汇报 针对我们过去的这个提案完成的部分 跟有瓶颈的部分一并的在进行讨论之外 透过了今天的会议也带来了满满的感谢 为我们辛劳在清洁队服务的员工 带来了融退的一个颁奖典礼 同时针对于我们未来要推展的各项的活动 一并的来宣导 也在我们7月2728要来进行运动会 所以我们也给村长们一起来推动运动赛事的铺程 而会中除了针对过去执行乡证成果及瓶颈提案 进行讨论外 也为清洁队及层队员进行借铃融退表扬 藉由大会的掌声祝福他们退休生活 健康快乐 同时也广宣即将在2728一连两天 盛大举行的吉安湘第一届乡长辈 慢驻累球锦标赛 以及7、8月部落逢年祭宜 邀约大家前来参与之外 也请村长们配合重要防训期即将来临的守护任务 期盼乡证工作与村长们默契推展 使得地方各项施政圆满达标 记者徐立琴今天相报导